中国股市下个星期一2月19号将展开龙年之旅 此前它经历了2024年开年过后的下行狂奔 以及春节前夕的政府托盘 并且在节前大涨三天 观察指出上证A股今年的溃败 实为此前两年颓势的延续 在政府脱市之前上证股指 从最高的3651点跌落至底部的2635点 缩水接近30% 分析称这样的跌幅为教科书般的股灾 那么农历新年修饰之后开盘再寄 中国股市继续困于潜滩 还是将飞越龙门 中国股市如果继续成为无望之地 对中国社会稳定将有怎样的不利影响 好 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个话题 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 聂建中博士 聂博士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 郑先生你好 宇州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 首先我想请教聂博士 我们看到香港的恒生指数 在过年春节之后 星期三开始第一天开盘 是上涨接近1% 实际上是0.81% 那么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第二天 依然是维持了这个微幅上涨 上涨了0.41% 那么聂博士我之所以说到这个呢 就是说一般的分析认为香港的恒生指数 对中国的股市是有一个带动作用 就是如果它涨的话 很可能中国股市也会上涨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呢明天也就是星期五的美国股市的走势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一般来说如果美国股市跌的话呢 中国股市也容易跟着下跌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下个星期一呢 就是19号中国股市会面临这个龙年开市 我想问你就市场的这个基本面 有没有改变呢 那么这一点呢是怎么样 这个决定投资人的心态呢 聂博士 好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际的股市是联动的 不管是从美国的股市 当然美国它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领头羊 那美国的股市呢 它可能会带动全球的股市的一个跟进 那么再来有所谓的区域的股市的联动 比如您刚刚讲到的 那么我们的香港股市呢 可能会领先这个我们的大陆股市的 开盘之后的指数的这个走势 那么我们先分析一下 在这几天呢 不管礼拜五 我们这个所谓的美国股市开盘如何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两天美国的股市呢 开盘的数字是不错的 当然我本人现在是身处在台湾 台湾呢 今天呢也是年后的开盘的第一天 它一开盘之后就大涨了500多点 这个是有点吓死人的大涨 那么这个涨幅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受到全球的这个 也应该以美国的股市的带领 这个为主要的一个指标了 那么当然那您刚讲的香港股市在这几天也有涨 跟全球的这个所谓的股市联动也有关系 因此我认为啊 下个礼拜一当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股市要开盘了 那么上海这个股市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大的 可能会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香港股市一样啊 一定会啊最少会微幅的涨一些啊 当然这个呢在这个年前的时候啊 我们讲我们这个不管两岸的今年刚过 年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那么中国股市有一阵子的这个下跌 这个的趋势啊 这个熊市走了一阵子 那么我觉得刚开盘可能会有一个喜气啊 就是农运可能会刚开始大开 不过未来股市怎么走呢 我们还是要在观察未来的整个内外的情况 但是我先讲一下 刚刚讲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股市啊就是这个如潮水啊 有涨有跌啦 那当然这个所有的投资人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谢谢聂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郑先生 那么中国股市呢在2月5号 星期一呢是跌到了五年的新低 但是随后呢 以为政府注资刺激之下呢 是连涨了三天 到9号星期五呢开始修饰 那么评论人士邓宇文 在给美国之音的分析文章中 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呢 中国股市在今年开年以来一路下跌 互市A股在惠金公司入场 脱市之前呢累计跌到达9%以上 并且两次击穿了2700点 最低呢是下探到2635点 那么绅士和这个创业板跌的是更多 那问题在于呢 今年以来的下跌呢 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市的基础上的继续 那么上两年这个互市A股的下跌幅度是高达19% 那么政府救市的动作呢 导致了三天的大涨 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投资人的信心 改变了五年来的轨迹呢 郑先生 这个股市啊 中国的股市的震荡在这个发达经济体比起来呢 它是很厉害的 在我印象中 两年跌30%真的不算是很厉害 如果说回想一下大概 我没有记错的话 2005年的跌幅是一半 2018年啊 就是经过了两年大涨之后呢 它的跌幅呢是70% 这个我印象是如此 所以呢 如果说疫情两年到现在啊 跌30% 真的算不了什么 但是呢 主要是这个跌之后的政治反应 股民的反应啊 这个非常厉害啊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2001年入市 入市之后呢 中国的经济实际上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尤其是在胡温的那10年 是10%的增长 那么到了习近平的10年 那也是啊 从明义数字是6%的增长 那么这个中间当然有这个经济结构的问题 但是明义的GDP啊 是一直在涨 房价一直在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股市一直表现不好啊 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原因的 那么因为主要的经济面还可以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人们的愤怒啊 就不像啊 这次所谓的长颈鹿事件一样啊 大家都跑到美国使馆的微博下啊 成了一个哭墙的现象 控诉啊 习近平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2月5号的时候呢 胡锡进也说自己选错了 我记得他在1月31号 还说相信政府啊 那么在2月5号啊 认为自己不行 那么这是最危急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啊 习近平啊亲自出手啊 那么根据路透社报 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消息呢 他是亲自啊 听取这个汇报 听起这个证监会的汇报 而且换了人 换了一个无亲啊 号称是券商屠夫 我们看到传闻呢 说有800家啊 带上市的公司呢 现在他们的资料被冻结 要审查 审查他们的这个财务资料 是否这个有弄虚作假 他们的保健商啊 他们的会计师事务所 所以呢 从这个情况上来看呢 包括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 他们认为中国的股市啊 可能有低估的现象 因为从资金面上来看 去年抽离的资金啊 有40% 而今年计划抽离的 大概就是5% 5%吧 还百分之6 好像就是已经 这个颓势已经 资金面上已经降下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国家队 会金是跑步入市 而且证监会啊 直接肯定 说这个中国的股市的这个估值 已经是历史低点 这就是等于 号召大家买股票的 这么一个情况 有三天的大跌 那么刚才呢 您二位也通报了 港股的这个情况 还有台湾的股票 还有美国的股市 我看了一下呢 港股的连续两天的涨幅呢 实际上涨幅更大的是 恒生科技股 恒生科技呢 14号是涨了2.7% 15号呢 是涨了8% 那这个也符合整个 美国科技股的 这个表现啊 非常优异 就是所谓的AI概念股 AI概念股 NVIDIA已经成为第三大市值 仅次于微软和苹果 那么从这个情况上来看呢 尤其是消息面上 还有这个OpenAI的这个创始人 号称要筹集7万亿投资芯片产业 那么显然AI在一个 推动一个空前的大泡沫 在这个时期呢 中国的这个AI的 就是人工智能的 这种合作和美国 也在进行之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 劫后的中国的科技股 因为前面是深跌嘛 在习近平时期 打压这种平台经济啊 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呢 似乎中美之间 有一个缓和 有一个缓和的话 再加上 节前的救世的行为 换了证监会的主任 这个主席 又鼓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那我觉得 在短期内 大概可以 看好啊 短期内 好 谢谢郑先生 那么聂博士 我想问你 刚才郑先生也谈到 他说呢 其实呢 中国经济的这个 基本面还可以 那我想问问你 而且还提到 就是2008年和2015年 同样的发生了 当时这个股灾呢 现在的基本面不可以 不可以啊 你说的是不可以 好的 就是几十年来的一个状况 好的 那么就是刚才 也谈到 2008年和2015年 也发生过这个股灾 而且跌幅呢 是更深 当局也救了事 但是这次的这个股民 这个反应 为什么是前所未有的激烈 这股民到底对什么不满意呢 聂博士 好的 我把答案告诉各位 这个其实啊 您刚讲到两次 2008年 那是在2007年的时候 当时呢 在10月这个之前 这半年那个股市啊 这个 这个冲冲的往上涨 我又记得在2000年 当突破了2000点的 的流雄分界点之后啊 就一直缓缓涨 涨到了2007年 大涨之后 在2008年 产生了很大的 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断层啊 也就是我们当时 讲到将近6000点 后来跌到了1800多点 那个只有一年的时间 从2000年到2008年 那个原因很清楚 就是因为 中国的经济大为好 就像刚才那个评论家讲的 当时的经济 在整个中国十几年来 而且在那时候 是使两位数的经济成长 2007年的中国外衣存体 突破了 所谓的两兆的时候呢 实际上中国的股市 是大家这个欢欣乐动的 可是因为太过激进的 相信这个经济大好 而产生了泡沫现象 那是第一次 第二次又同样的产生呢 也就是中国呢 当它外衣存体 突破了四兆的时候 是2014年初 结果就在隔年 大家还是兴起若狂的时候呢 股市又往上涨 又冲到了当2008年的 一个非常高的高点 也就是又是将近 所谓的6000年 那个时候最高点 是在5178 好那不管怎么说 那是2015年的 这个六月月中 可是没有想到呢 很快又马上又跌 又折腰了 折半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两次都非常明显 是因为景气相当好 中国的外衣存体也高 经济一直在两位数 经济成长之下 中国人信心蓬勃啊 也因此产生了泡沫现象 那两次呢 跌都是泡沫 大家都知道经济还是好的 但是呢 股市呢 因为我们被我们冲高 是我们自己人造成的 这一次不太一样哦 这次非常明显的 是因为国际产生的 三只黑天鹅 其中有两只啊 非常重的影响到了中国 也就是啊 第一个就是美中贸易战 当美中贸易战从外围打到 让后来的外循环水打不进去 内循环也没有办法 用外循环的水打进 外循环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经济就 至爱难行了 第二个呢 黑天鹅就是我们的COVID-19 COVID-19呢 虽然在2022年底呢 我们开始做了 所谓的解封啊 就白子革命之后的 解封运动 从前晚清零变 完全解封 可是呢 民众呢 完全信心不足 因为啊 这时候啊 在整个市场的经济面的供需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破口 那我要强调的 就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这一次呢 我们的股市跌 但它是 也没有像这样的 跌得这么重 它就一直往下跌 缓缓的一直往下走 很清楚 这是一种 当寸就是熊市 经济基本面没有过去好 它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民众的信心 完全不足了 当然 我讲大陆三个事件 除了这两只黑天鹅 全球的第三只黑天鹅 恶物战争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可是中国又有另外一个 所谓的灰犀牛 该控制好 没有控制好 当时用三道红线 所产生的烂尾头 后来有所谓的停贷事件 造成了现在恒大碧桂园 整个房地产的 大陆的地产金融 产生了很大的危机 这个呢 又造成民众 更加的信心不足 因此大家对未来的 不确定增加了 所以两个原因 造成民众的反应激烈 第一个我在强调 就是信心完全不足了 那么也不太消费了 明显就是暗色正体 这是我们经济学 财务学里面 所强调的一个风险指标 就是不确定性 因为美国对中国 到底科技还要打多深 以及中国在所谓的 铁碗清零改正 完全解封之后 还能够让它 能够顺利走多久 这个所以在整个基本面 看起来不太好 但中国的政府政策 又一直想要加码 这个益柱 不管降息降准等等 都还看不到 未来的潜艇时候的 不确定性 造成了这一次的情况 就不太过去 跟过去一样 即便没有过去 跌到这么惨 就是三分之一 以及二分之一 就是2018年 还有2015年 但这一次 因为它虽然缓降 但是不确定性 增高了 信心降低了 不足了 这两个就是主要 没有那么激烈的原因 主要是 谢谢聂博士 主要是老百姓 赶到前途未卜 那么经过您的分析 让我看到 就是中国的股市 和它的经济的整个前景 可以说是处在一场 这个各种因素 组成的这个完美风暴的 这个风暴眼中 好 接下来 郑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我们来回到 投资人的这个处境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中国人投资 它的这个渠道 是非常的狭窄 主要就是楼市和股市 那么现在已经 这个楼市这条腿 已经折了 那股市也是折了 那么这个对投资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郑先生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是持续下降的 这个和中国的股市成长 是一个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 成长本身就会导致 在这个中国地区的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那么在过去的 这个十几年吧 基本上做这个房市 这投资房市 基本上是顺风车 我听说很多人的 这个丈夫去创业 都赔了钱 但是呢 太太呢 买房却挣了钱 那么 而实际上呢 从这种风险性上来讲 从单纯的这个结构看 买房的这个杠杆要大得多 你像这个首付20% 这就五倍的杠杆 一般很少啊 除了职业的投机客 很少在股市上做融资融券的 有多少钱买多少股 但是呢 这个似乎不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回报 一个方面呢 来讲呢 因为股市的这个投资实际上是要求比较高 表面看门槛很低 开个账户就可以买 但是呢 你要求 你要做一个合格的投资者 你需要读得懂财务报表 你需要了解这个行业 行业的这个竞争状况 你需要了解这个市场 那么从这个三个点来讲 应该说95%以上的散户就被淘汰掉了 那么中国的这个股市一个很不 很不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散户占大头 两亿 两亿的这个股民 还有大概六亿的基民 是吧 两亿的股民 那么股民的数量还是很大 那么这也说明了一个 说明了一个这个股市 现在成为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况 那么人们买房的话呢 尽管看着这个杠杆很大 但是呢 第一个来讲 人们买房很认真的 一般买房的决策很少 像股民一样 随时像键盘侠一样 下单卖单买单 那么一个很容易进入一个 投机的一个操作 而买房呢 还是比较慎重 但是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中国的股市的这种 投机性 还有它的这种不成熟 有大量的把股市 作为一个所谓的洗钱的地方 或者说 从我们从客观的说 中立的说法 就是对投资者并不是很友好 不是很友好的一个市场 是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郑先生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讲到这个股市投资 这个股票的是五块钱一股 然后呢 房子呢 就是不管怎么着 你倒是最不济呢 你还是有个房子所存在 那么我们来问 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这个概念 房子实际上 因为它杠杆很厉害 如果说你跌了百分之二十 你就没房子了 没房子你还欠贷款 它的这个赔率是够大 它的潜在风险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你幸运 搭载了一个 这个房地产大牛的 这么一个历史的火车上而已 那就是我是讲就是因为这个股市 你随便就可以进去 你买房子 我没有攒够这个首付呢 我还是不能够进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散户呢 是纷纷的入场呢 我看到有分析说呢 中国的这个散户 其实百分之九十 是赔钱的 那么你也说了 这个股市的不成熟 那么种种这个因素呢 导致这个散户 其实是非常难以生存 而且呢 西方的这个金融教育说的是 你要拿钱去炒股 必须是你的闲钱 这个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但是在中国呢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想着去投机 就把它当做一个赌博的生意来做 那么聂博士我想问你 就是说股市呢 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的状况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状况 目前有哪些问题呢 国际独立研究公司 荣鼎集团呢 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刊载了一篇分析文章 它的标题呢 是北京的沉默 震耳欲聋 这个相当幽默的一个标题 那他提出呢 这个经济问题是在哪里 比方说包括您刚才也谈到一些 对不起 就是烂尾楼 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的财政能力 家庭消费 资产管理公司和坏账管理 以及资本外流和汇率管理 这几个原因 那么这个文章说呢 这些显而易见的经济问题呢 北京政府没有致力于 拿出具体的方案来解决 那么这一点 您怎么看 是不是北京根本拿不出方案呢 那么这些问题的存在 加上政府貌似解决不了 那么是不是让投资者的不信任感 雪上加霜呢 聂博士 这个问题要解释起来 会讲得非常久 基本上呢 我在台湾有些演讲 提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其实啊 我如果用五个山来讲 会讲不完 第一个我刚讲到了 我讲快点 就是三个所谓的黑天额 大家都知道 但这个也是联动的 这五个山 第一个黑天额 我们都知道 就是所谓的美洲贸易战 从2018年3月22号 谁用301法案 所打出的美洲贸易战 但是 它的贸易战的背后 就是科技战 我们都知道 这个科技战 这个值的问题 不是量的问题 不像真正的贸易战 所以它会打得 非常远远流长 因此它会一直延续下去 而会重伤到中国的经济 那当然这个就是 怎么来的呢 就是三次灰气流产生的 灰气流的第一次灰气流 就是中国 当时在中国制造 2025 就是Tri-NASC 这个文本里面呢 加上所谓的厉害 罗德国 告诉了全世界 我们的科技将要第一 美国就打出了这一枪 所以三次灰气流 看得到它 你却没有打它 这样的状况 就影响到了美国 对中国的一个 所谓的贸易战 那这就是我叫做 成长高调了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动态清零 就是COVID-19呢 是一种黑天鹅 但是呢 你用的动态清零 你用的过资了 这时候呢 我们讲 不管是减费减税 让中国的这个财政呢 不断的开销 而你的收入又减少 在这个资助增加 收入减少之下 产生它很大的这个财务破口 甚至啊 债务也不断的攀升 这是第二个 也就是灰气流 动态清零 这是灰气流 看得到 你不该做 你做了 但这个呢 是因为COVID-19 这是黑天鹅产生的 第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 就刚刚就提到 就是啊 当在2020所定出的 这个习近平讲的 说房子是用来做的 不是用来炒的吗 这句话 我想大家都耳熟人想 那就产生了三道红线 或三条红线 这三条红线 的确非常严重 打压中国 非常极望一时的 所谓的房地产 中国的地产金融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的买房子 是没有地 因此呢 地产金融 是中国最大的税收来源之一 那么因此 中国从这个枪杆石金融的 第一波 第二波的 所谓成样互助金融 到所谓的地产金融 却因为地产这个金融 因为三道红线 使得很多大的建商 我们刚讲到 不管是恒大事件 或者闭鬼 后来都在因为 债务问题等等 就是还债的问题 出现了一段一段破口 比如恒大在去年7月 就在美国申请破产 这个它当时破产保护 不是破产清算 到了今年1月29号的 香港又给它做了 所谓的 哇不得了 就是所谓的清算 真正的清算动作 当然这只死于香港 还不至于 完全影响到中国 不过我要强调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产金融 又是另外一支 很重要的 所谓的灰系 就是你该党没有党到 那我再用很短时间 讲一下 中国还有刚刚讲的 三个事件 我刚讲到美中贸易战 这个我讲冲击 还有这个东外清兵冲击 以及这个房市的冲击之外 还有结构的三个隐忧 刚你有听到了 那有个隐忧是长期的 叫人口的 所谓的高龄化 老龄化的问题 这都非常严重 那么当人口红利不在 大家开始心情就已经减弱 买房子的能量也减少 第二个呢 青年的失业 从去年中开始呢 青年就业 开始有所谓 躺平文化等等的一些 很多年轻的思维变了 也就是青年的就业率 已经非常减少 失业率的两倍以上 到了20多% 这样一个年轻人 在20岁左右的年轻失业 造成中国的所谓的 所谓的劳动力也是下滑了 那当然性侵就更为减少 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刚刚讲到 政府债务 物质 还有家庭债务 双双提升 那么当这样的提升 就让大家觉得这个 我们的金融的流通就减少了 那当然造成 随着民众心情也减少 那我们的投资动力也就下降了 所以呢 我刚才强调 这等等的东西 造成中国这个经济也受到影响 股市受到影响 对不起 房市受到影响 经济和房市都受到影响 当然就冲击到股市 最后当然 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国在这几年来 的确跟过去这前十年来讲 内需就非常不振了 那么我相信2013年 在这APEL会议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又讲过 那时候发现那是十年前说 中国产生了所谓的需求过剩 这个需求下滑 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个需求下滑 产能过剩 延烧了十年之后 现在的所谓的需求 不振已经非常的明显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美洲贸易战 产生了很多的产业外衣 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我在台湾是很多家公司的 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每一家公司都已经到泰国 有另外一家到越南去设厂了 为什么呢 过去是A选 就是东南亚国家十加一 因为中国在WTO之后 经济蓬勃发展 所以十个家中国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经济体 可是现在相反的 叫做China Plus One 就在中国的产业 所有都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了 不管是两个规格 或完全撤离 这个所谓的产业移转 非常之重要 对中国经济的确很大打伤 第三个东西 就是最近的出口衰退 当然这个跟我刚刚讲的 美洲贸易战 以及这外循环的水 打不进去有关 所以我觉得这整整的东西 不只是刚才你讲到 那个某某这个讯息 这个报道所讲出的氛围 再分析下去 这些都是问题 好 那最后我要讲一个 因为我们时间有些 我很快地讲一个答案就是 中国有没有办法救他 我认为是有希望的 因为我对中国是有信心的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它比较 从某个角度 它不太民主 它比较属于独权 但独权的人 它只要执政者 它不管它自己 有没有为自己利益 但它执政者 只要想为国家好 它可以比较 所谓的集团策略 集团这种动作 它可以要求 比如在金融面 要求我们的关股银行 全部的降肯降息等等的 它有非常多的筹码可做 也就是这样 假设要去追一个女孩子 它可能会说 我送你一个表 送你一个大餐吃好不好 结果这个女孩子 还是不要它 可过一阵子都 你还不喜欢 我就送你一个房子 送你一个车子 它还是不喜欢 都没关系 我就把我自己财富 全部都给你 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其实有一些筹码 是我看得到 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一一详尽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 的确出了问题 股市也说到 你讲房地产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中国的地产金融之下 中国一定要救市 那我认为中国救市 在现在比较困难之下 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必须讲 因为动态解封 人民照理讲 应该是有信心的 应该是开了 回来消费的 可是就是因为 这个水滞留太久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 马上动 可是我觉得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脚棒 让这个水搅动 自然就会慢慢起来 当然中国政府 我对它有信心 但是它到底有多大能力呢 这一样都是要观察的 不管怎么说 中国能不能救市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代理师来观察之 谢谢你 博士 就是您说的 中国政府呢 它是应该是 这个愿意救 但是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能我还有待观察 好 两位呢 就讨论非常的热烈 口若悬河 那我们现在呢 来分享两个 推特网友的评论 一位呢是Turgut 他说呢 只要习还在位 就无法扭转经济的颓势 无法 没有能力 那么首先 人民希望 走向自由民主 他却将专制 说成发展动力 当特色加以坚持 让人民看不见希望 其次呢 他搞上来的那群官员 跟他一样愚蠢 把伤害经济 与民争力 这个民争力当作 与争民夺利 当作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城市建设 在积极有为的 破坏经济繁荣 接下来一位是What the 他说呢 习只希望老百姓 全变穷苦人 只有这样才无力反抗 无力颠覆 是想如果老百姓都富有了 大部分人有能力 高端消费出国 全球理财 那是习 就怕被推翻 被打倒了 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问 郑先生 那么关于中国股市 本身的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的国事光息 认为有两个现象 也是克服不了的 一个就是谎言和诈骗 横行股市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文章也引用了 金融学家的话说 要反思在过去两年内 是不是让一些 其实不具备发行条件 但是披着高科技 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业 上市去融资 股民把A股称为免A 就是免北的诈骗集团 那么另外一层 就是关于救市 这个提出 到底是政府救市 还是法治救市 他的文章说 这个不是说股市 不需要政府 恰恰相反 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 是以法治作为保障 这种保障 只有政府可以提供 反过来也只有政府 有能力来践踏法治 那么像是欺诈发行 内幕交易 发布虚假宏观经济信息 那么能做这些事情的人 必定都是掌握 政权权利的人 那么您怎么看 这篇文章所称的 中国股市的这个顾及呢 郑先生 中国股市是整个中国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一部分 它的表现也是反映了它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确确实实 在过去所谓的改革开放45年的时间里 它的经济有一个大发展 关于这个解释呢 我刚才听这个聂建中教授的这个分析过程 我觉得非常全面 非常全面 包括青年失业率 包括人口老化 包括贸易战 包括这个动态清零 这些都是让中国这几年经济出现一个疲态 甚至按有的朋友的解释 2022年实际上增长是负的 而2023年近乎为零 那么这个是数据的问题 包括这个消费指数不再公布 这个青年就业率修改它的这个做法 从把这个三分之二的过去统计的 在校的青年直接排除在统计之外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青年失业率从21%降到14% 实际上在搞一些数字游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经济部门实际上撑不下去了 就统计局来讲 它有五个月没有公布青年失业率 就是它实在编不下去了 实在编不下去了 最后呢 在一月份它是用了改变这个定义的办法 剔除了三分之二的16到24岁的青年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进出口的这个数据呢 实际上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美元计算 也是大幅下跌 那么从美元的计算 中国的整个GDP 这是也是在下降的 那么从 这我们就要理解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的股市 有没有晴雨表的作用 我觉得呢 我们经济上的好或者坏 这是可以做独立分析的 但是中国的这个股市 在相当程度上 它的晴雨表作用是不够的 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政策式 或者说是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城市 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的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 他是证件法的小组起草人之一 他说这个刘世瑜之前的一位证监会的主席 他说刘世瑜呢 不喜欢股市高 所以呢 3200点的时候就要往下打 这样的话就说 你这个 我就不会被市场吊打了 不会被股民吊打了 所以3200他就往下压 2800他就往上抬 而抬的是通过中正金 所有的人劝卖空都是通过中正金 通过国家队来做的 实际上呢 刘世瑜他讲了一个真相 就是过去的中国的股市 是政府一手操纵的 是国家队坐庄的 那么这一次救市为什么要救 那么我们看到 2800入场结果跌到2600 这意味着什么呢 国家队深陷其中 必须救 救出国家队之后 又是什么一个状况 我觉得呢 中国股市确实很难反映经济时态 要搞清这一点 我觉得就要看中国的政策工具 还能用多少 就是作为一个政策室 作为一个资金面的一个股市 资金室 它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呢 两位这个观众的评价 我是完全不反对 完全不反对 只要习近平在位 中国经济好不了 那么股市会不会好 我觉得咱们要用另外一套逻辑来看 好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它股市呢 在中国政府这个眼里 它也是一个政治的这个工具 好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最后呢 我请问聂教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呢 这个消费呢 是国民经济的一大板块 那么纽约时报上个星期五报道说呢 中国的这个通缩有警报 它的标题是这样 中国通缩警报 那个居民消费价格 创14年来最大跌幅 那么他说呢 中国上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 创下2009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 最大这个降幅 这是消费疲软 以及工厂和农场 铲除过剩 迫使企业提供折扣的最新迹象 那么怎么把这句话翻译成 普通大百姓能够听懂的大白话 让他们明白 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请简短 OK 大白话 简短 OK 我刚讲的 这个现在在中国 整个经济是不确定很高之下 造成民众消费信心 这个信息呢 就大为减少 那么消费经济减少很简单 大白话就是不想到街上去买东西 那么不买东西 店里面呢 这个产能又过剩 还是有很多货币在里面 去年还产生全球的 所谓的库存风暴 当然这库存不只是原物料库存 包括你商品的库存 卖不出去 你东西要不要降价 甚至又维持价格 所以你就会产生通缩 这个答案非常简单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就是供需失调了 那么供给太多 需求不够 那么当然这个价格就会降低 那么当然这个你知道 信心不足就是造成需求下降 更主要一个原因 所以白话很简单 大家不想买东西 商店都卖不出去 就通缩了 所以14年最严重的通缩就产生了 就这么简单 不过如果还有实际上 普通一点 我身处台湾 我不赞成共产党的极权 可是我认为 我跟两个观众想法不一样 您可以错怪我 没关系 我认为中国是有机会的 因为中国在这14年进场 我看到中国的大肆魄力 加入WTO的中国经济情成长 共产党虽然极权 独裁 不民主 但是中国所走的路 是我很肯定 因为很多我到国外 到日本 到美国 这几次都碰到很多中国人 只要反共的 把习近平骂得破头乱铁 但是我认为 习近平并没有那么糟 他只是一个人 他是在这位置 他会想保护自己的 把皇帝帽拿掉 自己连三任 可是我觉得 他心还是想为国家好 所以这个国家 我觉得越走越稳 只是因为美国的关系 美国的东西 排除中国很快 成为世界第一 那就是中国梦 两个中国梦 第一个在2021 在所谓的2021层的 全球脱贫 就是小康世界 已经达标了 超标 就是当1921年建党建议之后的百年梦 第二个百年梦是在2049 就是1049到2014 要见到中国 全世界最大的 所谓的制造 最大的强国 只是这个强国梦 被美国压住了 打击它 不能成长 只要中国人 四海中国人 全部能够为中国的民主意识发声 为中国的底气 去挹注它的能量 我觉得中国是有办法 在全球走到第一的 也就是美国第一个 因为这是我对他的信息 谢谢 中国需要自由 好 那么谢谢您 那我最后分享一则 YouTube网友的这个评论 他的名字叫答案 他说呢 释放改革讯号才有可能提振股市 但是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路线 习是不可能走邓路线的 那样权威就没有了 好 以上的时间关系是 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丹江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教授 聂建中博士以及独立视频人 郑旭光先生参加讨论 嘉宾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一 稍后我们将讨论第二个话题 过剩还是不足 中国劳动力之谜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回来 谢谢观看